本年旧国团七月赛一 在到达邦教堂旁边 基盘三队三的野球比赛 欠很多队野球兴趣的少年人参加 这次比赛中有169座的选手 就着苏格鼓励大家 驾驻让我做回来的运动 今晚可以透过的运动 给大家玩意读评 以及不良详组 啦啦队用真菜的目桌 为这边参加比赛的选手加油 一早到达邦教堂旁边的野球党 就去因很多爱拍球的民众 前来参加这边的比赛 这边总共有169座参加比赛 现场是非常劳力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篮球比赛 我们三个从小到大就一直在打篮球 然后针对这次的比赛 我们相当有信心可以拿到冠军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水上 为了这个比赛练习多久 练习大概一个月 一年吧 那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可以得奖 当然是有信心啊 那明年如果有举办的话 会不会再继续参加 应该也是会 好 我们每年办这个三对三篮球赛 大概都维持在100队左右 那今年特别有突破到169 是因为各界的一个经费的一个资源 那办了这么多年里面 其实最最最最最难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个经费的部分 但是好的活动天助人助 我们有时候消息出去就会有一些善心的企业来帮忙我们这个活动 让这样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能够推展出去 叛业球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不然不用花钱也能让身体更健康 通过运动也希望能让年轻人 学习运动家的精神 所以在暑期这个时间 对我们青少年来讲 他们可以藉由这样的活动以球来会游 可以切磋他们的球戏 然后平常大家在运动场边所努力的成果 可以藉由今天来表现出来 我相信青少年他们可以藉由这样的活动 其实让他们知道胜部叫拜布蕾 然后发挥运动家的一个精神 让他们可以藉由这样的活动 更知道怎么样的大家来相处 然后可以远离一些犯罪 远离一些危险驾车 也让我们云林县的一个运动分换 可以持续的扩大 本年观察局也有现任的选择 希望借到这个活动 可以让放出家的客户可以修法 也希望他们度过快乐的出家 那这些信心学子放出家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他远离犯罪 远离毒品 保护自己的身体 骑机车要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 那利用这样的运动家的精神 除了胜不胶败不拈 那因为运动有很多的运动规则 借着运动规则培养他们手法的意识 那我们今天也进行了反诈骗 还有交通的宣导 还有整个运离毒品的宣导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青年学子在整个暑假期间 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 不只是让大家可以走出火花 欠修打球的猪力 也可以让他们向上竞争交流 不用增加的幸福和运动习惯 接着大家先彩虹报道